倒在掌紋上勒索 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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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剥落 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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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露 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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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空 一瞬间跌落 忽然之间想疼 忽然之间懂了 忽然之间有的 也忽然之间没了 忽然之间恨了 那忽然之间爱的 忽然之间变成 没有灵魂但还活着 忽然之间恨了 忽然之间写的是一种顿悟 一种体悟一个感觉 我想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既然你已经有很多歌迷 有很多很好的作品 为什么要来这个舞台 蛮多人问我这个问题的 我都会回答他们说 作为一个创作人 我都会形容我的作品是我的孩子 然后身为一个父母 如果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很棒的舞台 去展示自己的话 绝对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那当然除此之外 中国好声音 我觉得就是在寻找好声音的一个舞台 我觉得我是好声音 所以我就来 是的 在我心里你就真的是一个好声音 因为你是创作型的歌手 我如果做一个横向的一个比较的时候 我会去想 也许在表达方面 唱的一些细节上面 还有一点点欠缺 谢谢 对于这次的抢人 我想跟威廉只讲 讲一句吧 来吧 老朋友 完了 使杀手剪了 天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